這不就是傳說中的港股詐騙嗎 如果再報一下 我就可以賺超級萬的港幣了 隔天開盤不久 直接往下殺了87% 記得來信 有什麼信寄過來 老王心心好 送大家小禮物 old1oldwamg 然後小老鼠inclusion.com.tw 這是email inclusion 麻煩記過來 對要投稿 大家都盡量投稿 好不好 小禮要跟我們分享的 其實不是說照顧家裡的爸爸媽媽 不是說他身體怎樣 不是 他只要告訴我們在這個股票市場當中 你真的要多多照顧身邊的老人家 他說他有個雲端的相簿 就是岳父岳母可以拍小朋友的照片 然後就可以上傳那些小朋友照片 給爸媽看 及時看雲端的相簿 偶然發現他岳父有上傳一張照片 是他的股票庫存 這樣上面顯示什麼 他居然買了十幾萬港幣的港股 岳父就說 因為朱叉叉老師有創一個那一群呢 推薦我們去投資港股 沒關係 這個那一群絕對跟朱叉叉老師完全沒關係 就像有很多群組 就是老王老師 套用你的 對 跟我完全沒關係 所以聽到的時候這個小李他聽到的時候 心裡就涼了半截了 他想說 這不就是傳說中的港股詐騙嗎 所以岳父的臉上表情本來是很開心 聽完他講完之後臉上這個臉越來越僵硬 越來越狂 更衰的是剛好是週末 哇要等兩天才可以開盤 所以他們心驚膽跳過了兩天週末 等到禮拜一準備開盤 我們這個小李能很好 他特地耐給他說 一開盤就記得要賣 因為這個不知道誰準備到貨 對 就岳父真的很乖 開盤價就賣出了 各位觀眾你們知道嗎 當天盤中還漲了多少 這個仙股 港股我們通常這種股票詐騙 這個仙股 這個仙股 還往上漲了十幾個percent 你知道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岳父就在低估說 如果再報一下 我就可以賺超級萬的港幣了 這就是人性 對 這人性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講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如果有人問你這張股票要買 你最好都不要給他建議 你跟他建議說這張股票要賣 萬一跌了 他也不會感謝你 他就說反正跌了 可是哪一天 過了一年 兩年 這張股票漲上來了 他就會跟你講什麼 你那時候叫我賣 我就不要賣 我報到今天我就發財了 放著就好 放就好了 當時岳父是這樣想 想說如果沒賣就多賺幾萬塊 結果你知道嗎 最後的收盤 又差不多跌回開盤價了 隔天禮拜二 開盤不久 直接往下殺了87% 85% 抱歉 因為我剛才想罵人 所以我變87% 抱歉 是85% 殺超大 這時候岳父就醒腦 他說哎呀 好險跑得快 真的 不然你的10萬塊的港幣 幾十萬的港幣 瞬間蒸發15% 我跟你講 港股那種就是這樣 詐騙就這樣 一瞬間 他不是什麼跌個10% 20% 那因為我們要漲跌幅 協制的 一瞬間就幾乎快歸零了 真的 你不要被詐騙港股了 港股這種風險很大 就是這樣 瞬間到貨 我跟你講詐騙現在很多 我們現在講的是股票詐騙 很多加密貨幣也有詐騙 加密貨幣也有詐騙 詐騙貨幣他會說 我現在一批 什麼某某幣 然後轉成USDT 然後轉給你 然後我直接給你收現金 然後轉給你 這種有沒有 這一種的也是詐騙 也是詐騙 NFT也是騙 可是NFT騙的有點不太一樣 它有點像是在炒作泡沫化的商品 這個商品越來越泡沫了 那你要買NFT 你只要思考一下 因為以我個人經驗 我是覺得很難玩 就是你要很了解NFT背後的那個 我們一定要去了解NFT是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懂 你在這個世界上生活 我們第一集就講NFT 你一定要懂 但是NFT後面的 我覺得那個主辦方 就是那個主辦方很重要 他要怎麼把NFT經營的好 就炒得有聲有色 那很重要 你如果遇到一個主辦方 背景比較沒夠力的 炒不起來的 那你買這個NFT也是可以錢貨 對不對 NFT什麼時候在泡沫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NFT就一堆人現在都在跳進來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現在的股票的詐騙 你今天要關心你家老人 因為我們不要說關心你家老人 關心你家的人好了 他們會往往不知道 這是詐騙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想問各位 各位小朋友你知道為什麼 很簡單 以前的詐騙是你要轉錢給我 在我們這些傳統的家裡 我會覺得說我真的沒拿給你 我錢又沒拿給你 我又沒有去ATM 對他是要怎麼騙 他是要怎麼騙我 他不會騙我嗎 錢在我的手上 我自己超 那從這樣子又更能接地 他有沒有騙你錢 錢從頭到尾都在你的手上 你說他真的犯了什麼詐騙的罪 他錢偷到尾你錢都在你手上 你自己要去買港股的 他是偷了你的錢去買港股嗎 你是偷自己錢嗎 對不對 所以他就覺得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這不是詐騙 他也不知道 你要注意這些詐騙集團 會給你一點小利多 就是拉台某一些股票 我上次有講過 詐騙集團原本都是港股 現在很多都到台股來了 那台股他要怎麼詐騙 台股他去找一些小型股 一兩百張的股票 拉給你看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八點 準時發了三檔標股 然後當天就收檔停辦 因為每一檔成交量都兩三百張而已 拉上百張 讓你看 所以說明天準時集合 只送標股 再送你三檔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那你久了久了你就覺得 這個好像很神 都漲停板 我驗證過好幾次 有了嗎 下次錢會不會 你今天賺了一檔你賺到錢了 明天再一檔賺到錢 你會想要怎麼做 第三檔就繼續買 越買越多 對啊 OK 越買越多的時候 上來了之後會怎樣 就開始 兜割 兜割 然後最後一檔就掛了 對不對 那詐騙還有一種情況 會出現在討論區 我們剛才講的是 私自設定群組的 私自拉人的 或線下拉人的 打電話投資的 都是詐騙 還有詐騙會出現在討論區 現在在討論區很多 很多社群軟體 討論區就是公開的討論區 他在每一檔股票 他下面有留言嗎 這個 他還會分析這檔股票 分析完 然後下面留個Nine 對不對 各位 他會分析這檔股票 然後再留個Nine 要加入就趕快 趕快 這個就是一樣的套路 讓你覺得他好像是 分析真的對的東西 然後再加入這個東西 你會加入理所當然 結果那個套路 你會套進去 所以你要注意 在公開的很多社群平台 也都是詐騙 而且他們很多個帳號 都PO一樣的 你有在注意 你就看過好幾個這樣子 怎麼這一片一樣 那人物不一樣 你看小朋友講了 內容都一樣 然後給你換股票 帳號不一樣 然後也給你換股票對不對 就同樣的解盤 同樣一樣的解盤 然後他會給你 然後最重要就是下面 要叫你加入他們的那個Nine 那是什麼社群這樣 所以你通常如果遇到這種 就是前面講一堆分析 後面叫你加入Nine的 十之八九都是詐騙 對有人說美股也會詐騙 美股現在好像有人開始要詐騙美股 因為其實美股的股票更多 你知道嗎 量小的股票一大堆 所以大家在注意 有人說知名的很多平台的 都是有很多都有 就是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那我最後想跟大家講 有些上次有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 董哥 詐騙 他都詐騙 他都不會股票 為什麼他都寫的出來那些文章 例如像上次老王那個被盜用的群組 他就上面就 哇文章就寫得很好 這張股票分析的超好 頭頭四道 頭頭四道 董哥他怎麼寫的 我跟你講 他不是call我的 他就去我的粉專call我的文章 你們知道線上的老師 他不是每個人都有看粉專嗎 或者他自己社群 call人家的文章 剪剪貼貼 然後那個圖片也是這樣 剪剪剪剪 就是這樣 這樣哪有多懶 這樣哪有多懶 就是這樣也是詐騙 所以你看到東西看他分析很好 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假的 他重點不是在分析 他重點是要怎麼騙你的錢 對 很多的平台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剛才講了很多 意見容易看到的詐騙情況 我希望大家能夠好好的 你自己 我相信你們今天也在看我節目裡不會被騙 我們擔心的是 今天超過這兩千多 三千多位線上的觀眾 其他以外的人 很容易被騙 那我們要幫助他們被騙 因為現在這個大家講的 現在大家賺錢也辛苦 好不容易賺到錢 他都被詐騙集團騙走了 是不是很可惜 王以龍老王及庫會頭部於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自財務的 誰與否屁股 可能會被騙 那樣是